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复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3.43分 那我們就緊接著來錄製今天的第二部副版影片 那就是如果說想看關於我對於大盤分析的話 是蠻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因為我覺得在這兩週呢 我覺得預測算是都還蠻準確的 所以就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還是要先講一下 不要說你對於哪一檔個股比較有感覺 你就只看哪一檔 我是蠻建議現在的行情能夠去把握一下 之前我不會這樣講 但是現在我會這樣講 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可能真的是有一波 比較好的 這個上漲的行情 所以說 盡量能看就看 那我有一些我說 這個地方我沒有到很喜歡 但是你只會 看著你的個股 然後硬要硬著頭皮去下打 但是我的話我可能會找到一個 從這個全部的個股 我今天講的這個39檔個股裡面 挑到 某幾檔 兩檔 三檔 那我覺得說這個線型最漂亮 然後最可以進場 而如果說 你是要研究基本面那些 當然就算了 因為你可能你的一些 腦袋的想法會被局限住 那當然研究基本面這東西 我認為 對於我來說 我不太懂基本面 那他對於很多人來說 就好像大家就說 生技股 水很深 生技股水很深 這件事情 當然我看K棒的話 他們對於我來說 看起來都一樣 所有的 東西 所有的這些公司 在我眼裡就是 名稱 然後數字 點進去K棒不一樣 這樣子 就是我 因為我對於基本面沒有研究到 非常透徹 可能有的看過 大致上他知道要做什麼 那其他的可能就 不太能夠理解 那當然這一波上來也是蠻多人 蠻多人隨便買就隨便賺 那 我是覺得 好好把握現在的行情 然後不要單一就是 眼鏡只盯著 某一檔去看 然後 覺得說 這檔感覺是不太妙 那你硬要去下單 他就是 功虧一職嘛 浪費了這波行 好我們就直接來講吧 我們從中壘講到多少 講到這個文貌 中壘 就是 沒有到你看 應該說我看不是很懂 應該這樣講 好看一下 中壘的部分他是已經越過了 這個下降趨勢線 他越過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之前的這個 線的部分 他是已經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我自己個人 當然 你別人看可能不覺得 我自己個人認為他是把這邊的 上升的趨勢 在這一根終結了 然後這一根比較像是一件死貓跳 跳上來哪裡 下降趨勢線 因為這下降趨勢線呢 我是連接這個點 加這個點 然後這個地方順著下來 所以說 在我眼裡呢 他是一個 我可以預知到 我可以預測到 假設我這邊空 我在這地方呢 我依然不會把他回補 我認為搞不好我還會夾空 然後可能就會下去一波 看起來好像沒有抓很多 但是 我很敢大聲的說 這個會是在 我的 預測之內 就是我看得懂 所以那在我看得懂的 這個情況之下 這兩條 黃色的線 我覺得 基本上 是不太容易被動搖啦 就是說這兩條 這個上升 這兩條上升趨勢線 我認為是 蠻大的壓力 然後他比較像是說 可能又 下來回撤 剛好這邊呢 就是 砸不太下去了 因為大盤那時候 就轉好了嘛 那他要怎麼砸 就比較難砸 當然還是有往下跌的 但是是比較偏少 那 此時此刻的情況 我認為他 拼命線支撐的部分 我就不抓啦 我覺得 應該不會抓得特別準確 因為 畢竟他這個地方 如果說 我抓他這個地方 他是有跌下去的 那這邊就形成 我比較討厭的一個形態 就是 他是一個上飄期啦 這是一個上飄期形態 這個是我們在 在會員有人問啦 然後他後來又丟出來問 那我只好講得非常的 這個 我覺得我不會看 我覺得他會形成這樣子 他現在的長呢 感覺是慢慢的 可能會讓你 慢慢長 慢慢長到這裡 但是你要仔細的去認真去細算他的這個 隱輝比的部分的話 你會非常非常難算 除非說你買在底點 你買在這個點 然後 他都不跌破 然後最後拉到這個地方 可能就有10%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非常興趣 可能在他跌下來 在明天 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跌下到這個地方 反正先看這個 很短的上升曲線 可能有機會啦 那他什麼時候會跌破 我覺得大盤開始不穩的時候 開始要往下去修正的時候 他一定會跌破 跌破可能因為跌回 跟之前差不多一樣 很delabel的地方 對我覺得 會有這樣的情況 而且目前就 以結構上來說 他不是一個看長 所以我就在這邊提醒到這裡 好我們看一下星權 這樣吧 星權的部分也是我們的會員各國 不是也是 是我們的 也是 剛剛中壘不是啦 這也是我們的會員各國 那 主要抓的位子就很easy 就是從這個3月多到現在突破 然後在這邊抓的吧 然後說 等他回來 那今天是有到最低48.5之後 就往上抽 往上抽 然後那時候我自己畫現在48 48.3 反正就是一個區域啦 一個區域 都蠻建議可以提早個幾檔 去做進場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買不到 所以我才會說 3到5% 到5% 就有時候你抓3% 但實際上 你可能買進賣出的手續費 可能是虧5% 我都把這些 零零總統的手續費送進去 所以他這樣可能會 搞不好虧到5% 或是說 你提前佈局的位置 所以說 目前就 就就 對就先看長吧 恩 壓力的部分 沒有一個 非常明確 我比較看好壓力是59 所以從這邊如果說 真的有辦法展上來的話 這20幾%的一個 獲利 我會這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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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漂亮吧 銀龜比有漂亮吧 1比7 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 當然 我比較建議是 如果說你有 手戰有個股的人 就是先慢慢賣啦 如果 最好的行情當然就是 突然有一根來表態 漲個7-8% 那個我肯定就先賣掉 隔一天我就賣掉 因為 沒辦法知道 然後隔幾天的 隔一天的行情會怎樣嘛 所以說他最好就是 我買在支撐 在沒幾天之後 有一個非常好的表態 那我可能就先賣掉 賣掉一點 然後之後就是看他 有沒有辦法到達 我要的這個 壓力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劍橋 劍橋也是 蠻久沒有講 把一些東西關掉 恩 劍橋 劍橋真的是 很難看懂 我看一下我之前怎麼畫 恩 我之前是畫了兩個地方 就是 35-35.8 反正是35-36 然後這邊是直撐 原來我是這樣畫 所以 疊下來然後碰上去先是往下 恩 這個線我怎麼畫的 對對對 感覺來了感覺來了 恩 他這個形態我只能說 比如說 講真的就是 他是 假設當初呢 沒有這樣子的話 沒有這個線上曲線嘛 當初假設沒有的話 那他這個地方就是 我剛剛所講的 上飄期 很容易發生在 比如說 我一看我滑鼠 這個地方穿過去 然後他就上下震盪之後 就往下 他這個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我後給大家看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那當初我看的支撐是 看像35到36 那你現在看35就好 好像也可以 不過我就抓一個 範圍 那他之前就是這樣子 畫在這裡 這樣子 一模一樣嘛 來來來下來 那變成說我們後來呢 能夠去貼這個 貼下來這個地方 貼下來這個地方 不過這邊好像沒什麼意義了 那 主要 看一下 3 27.8 33 之前這邊也砸破我的支撐 之前之前找這裡 所以他疊到了這裡 也是 蠻難纏的 那這條線就先貼到這裡 反正現在站上來 那現在的感受上就是 這樣子 看有沒有覺得再回來 不過 他現在如果說守住很漂亮的5日均線的話 5日均線跌破 10日 那現在他在守10日均線 所以他在疊下來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講真的齁 只是他可能沒辦法延續 所以他疊下一天嘛 但另外一天隔一天要衝上去 所以說 在他這一波上來的時候 最好的買點肯定是在 這邊附近這個位置 這邊這個附近 不過 對 如果能當初 當初畫這樣的話 我應該還是不會做進場 因為我會覺得這邊這幾根 這個 上影線的部分呢 都不是我所期待的 都不是我所期待的 怎麼說不是我所期待 就是 他的 就是拉一對上影線代表他不過去 那 現在感覺好像又要做一個 好像很強勢的V轉 我們這邊畫一個這個 先 搞不好就 有壓力 這個算是三角收斂啦 那 這個畫的我覺得好像不是特別準 好 那 我假設 看一下 這樣子好 既然他碰到了 那我們就來講 呃 他再回來我應該是沒興趣 那我現在會非常時時刻刻關注他這個位置 我覺得今天再碰多一次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然後最後突破過去 這一條 37.5的位置 因為他是一個三角收斂過來的這個中軸 這我剛剛把他閃了 我們把他找出來 這個我在昨天有畫 如果說你看 你看我是說你全部的 全部呢 你都看 這我昨天畫的副盤 這是有 第一部影片 昨天23號的封面比較不一樣 我就說 這是美元指數 我就說這個三角收斂的中軸呢 他這個還比較明顯 剛剛那個比較不明顯 那中軸的部分會有一個支撐 你看喔 欸對不對 這個支撐 那是我畫好的啦 你要去看我那個昨天影片 我那時候他還在這裡 我就先預測這裡會有一個支撐 對那確實也撐 有撐喔 這個是有撐的喔 所以有撐我們才能夠說 他之後上來會有壓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地方或許會有一個 因為這邊是一個三角 算是一個三角收斂 所以說 嗯 他突破這一層感覺會更好 37.5 然後他卡了兩天 看他們卡了三天四天最終突破 那可能會更加明確 因為他如果疊下來這邊是 疊破十字均線 可能就沒那麼好 那我就期待的是他過藍色 就這樣 就是一堆很好 聽起來好像很高端的這個分析喔 不過就是 如果這麼高端 我自己就是還是要需要觀察 然後我覺得如果沒興趣的話 我也不會做進場 對啊 好看一下這個望虹部分齁 望虹部分我認為他是到達壓力啦 那之前呢 這邊剛好畫起來 這個下降趨勢線這個地方下來齁 下降趨勢線 這個這兩條 這兩條必須先過 然後 再說再研究吧 目前我是這樣畫 那我本身也都沒有去 把他找出來做蛋 因為我認為 那我 比較看不懂 我比較看不懂 所以說我沒有特別去 把他找出來做蛋 對應該是這樣畫 那他的 支撐確實應該 目前會守住33塊 然後 他的這個價格 就不知道怎麼跑 因為他這兩個區域蠻大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會壓這個地方 等他哪一天突破了 等他哪一天突破這邊 再 再看吧 再看吧 目前就看不懂 我們看一下普安齁 這個普安呢 就是在幾天前的這個 這個是丟進我會員個股 不過 忘記什麼時候丟的 我自己丟一丟 我自己也是有點忘記的齁 滿久之前 那他確實有長上去一點 不過他 在今天的位置好像 稍微 跌破了 那這個稍微跌破 到底對他有沒有任何影響 這個很難說 稍微跌破呢 如果說你看5分 可以當然很簡單 搞不好下一個 下一個分可以直接拉上去 好下一個分可以直接拉上去 那現在看這個 感覺上 我也不確定他到底會怎麼去走 但是 有可能呢 我只是講說有可能 要看你進場的點 有可能他會下來測這裡 重新再拉出期待的結構 目前看的直升隱位 就直接看上這裡 好 直接看上這個區 這個區 這個 18塊這裡 那他跌破了 我是覺得 如果說手上有的人 應該本來就先走一點 會比較好 或者說全部賣掉了 因為 在底下這邊去扛 扛這個 這邊裡面去買的這個 裡面的浮虧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太大必要 既然他都跌破了 既然他跌破 那就跟他一起走 就好 然後我們看他這個 這個脖子 好看一下脖子喔 脖子我們畫這個下上區先下來呢 他好像走得還蠻漂亮的喔 突破回側往上走 突破回側往上走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 他已經往上走了 所以說 我們能夠觀察就是在 他突破在下一層 這裡 不然他跌回來 跌回來 看一下 嗯 平行線的部分 我覺得我 好像沒有抓到一個 位置 沒有抓到一個 我認為 比較OK的位置 所以 這一檔 他下來我真的不知道 他會到達哪裡 我不太知道他會到達哪裡 好看不懂 看不懂 目前看得懂 應該是 以我這 這個點 加上 這個點 然後再加上 這邊有支撐一天 跌破返收到這裡 掌上來到這裡又往下 所以目前應該會看向這一條 這條線 但是沒有經過測試之前 我沒有辦法跟你說 保證說會到那邊 但是他目前的走勢應該是 呃 是強勢的 是強勢的 沒錯 就這樣 反正呢 呃 這個就能配合 大量敵點 反正這個地方 大概 98 100這邊吧 這個地方我是不看的 這個地方我不看 我應該看見這個地方 就這樣 因為他成效戰術太少了 我又不是什麼 專門操作 冷本谷的主力 我自己也看不太懂 這種個股 好 看一下這個 因為齁 就 就是這樣 就是還是在 整個趨勢裡面 那時候我剛 我剛上掉的線是添化 等他突破再說吧 這裡比較明顯的支撐 好 看一下 風輕 然後看一下我的虛擬貨幣 好 嗯 嗯 嗯嗯 好我們來看吧 風輕就是還在走就是之前說他突破下山區的線嘛那 他沿路的往下走吧大家看到嗎這根往上走一點這根再往上走一點這根再往上走一點 那最終他來到他的平行線的支撐 到達了25 所以我就說嘛 因為 並不是說 每一種方法他都能夠去 百分之百就能夠去執行 譬如他越過這下山趨勢線呢 你去做單的話 他還是會有 我之前在講嘛 他就會不斷的去往他跳嘛 跳嘛 跳 最終 你看的 你應該守的支撐 就還是得抓好 還是得抓好 那你會不會就錯過 假設你這邊不進場 會不會錯過 他往上暴漲 有可能就是跟這個 這個 上一部講那個 驚豪科一樣 我們稍微看一下驚豪科吧 對 我還是自立的 教大家能夠看得懂 這是 驚豪科嘛 下山趨勢線的突破 那他是直接往上衝 他並沒有回來撤 所以說 就是這樣 那他回來了 所以 基本上 有考慮做進場的人呢 你可以進行在這邊 看你有沒有機會 撐住 然後拉上去 不是這個 這個 長得太像了 這樣子 他的趴數是 3比8 這個 2.5 大概2 2.5趴啦 2.5 2.7 2.8 差不多有快要1 1點 1點 1比3啦 快要1比3的這一個 趴數啦 看起來不錯啦 但就 對 我是不曉得這一檔 因為他的成交章數 62張 對 是非常少的 大家自己小心 好 看一下 看這個 明記彩 還是被壓在下升趨勢線底下 所以呢 點進來一檔個股裡面呢 最重要是判斷他的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花上升跟下降 那最主要還是下降 因為大部分都做多 所以說 你要去判斷你的位階到底在哪邊 然後 今天呢 大家有眼睛可以看得出來吧 還沒突破 等大家突破 可能他有機會長一波 那他下一個壓力點呢 基本上抓前高這裡 應該沒什麼問題 前高這個地方大概33塊這個地方 然後這根上影線最高是有去滿足 他是去滿足了這個下降趨勢線的部分 所以說他是最高到33.5 不過我是從 我看啦 可能從33.5到33.3 33.3到33.5這邊都是壓力 所以他只要突破這一層 再上去這一層 基本上這個點去做單應該是 勝率較大 只能說勝率較大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普城6129 看一下吧 這是我後來又更改過的圖 反正就是 我看不太懂 他是有進行一個 比較小部分的一個走勢 就是這個地方 很輕鬆的 踩上來 但是大壓力的部分呢 還是不能不看 大壓力是在34塊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我是不太會去進這種 這種單 除非說 我真的很確定說 剩下盤勢 真的很好很好很好 然後 我去進行這個 比較打斷的感覺 這個這個點 就是禮拜二 確實有人在做防守 也確實長上去 所以說 這一檔我是完全 完全沒有任何的興趣 我完全完全沒有任何的興趣 因為我覺得 他本身的圖有夠醜的 有夠醜 我們這次基本上不太會畫 所以說 就 嗯 講幾次都不會想要去下單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偽權店 就每個人都會喜歡跟不喜歡 這很正常 那你不喜歡他就不要做操縱 你不喜歡他就不要理他 那你跟限時生活一樣 然後看一下偽權店 這個也是我們的會員個股 然後我忘記了什麼時候推 呃 就是講 那反正就是這邊是有打個 形態 然後下降趨勢線是突破的 所以說今天就有一個5%的漲幅 那基本上這邊的一個 進入的方法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有兩天嘛 昨天跟前天有讓你去做進場的點 然後這邊抓3% 這邊一虧比是 呃3比7 但是 但是我看的不只這個位置 我認為他是有能力去 去 往上走的 我自己是覺得有機會 因為 嗯 主要他有打一個底 然後加上 最重要是加上他 把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 這個整個下降的趨勢給越過去的 整整一年的下降的空頭趨勢 你有辦法把它給 瓦解掉 那 那其中代表的一定是有一個 呃一個力道想要上去 所以 我看會看比較高 那當然你遇到壓力 先賣掉我覺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還是遵照紀律 那最高看展到這裡 那中間這個部分就先不抓 雖然說這個點應該也有 52應該也有 這點應該也有一個壓力 好吧 都抓好了 就這樣子 上去上去這樣子 沒了 因為 昨天也有再講一次 所以我會覺得很無聊 然後他穩帽 穩帽也是我們的會員個股 那不是說會長都是我們的會員個股 是 就剛好 就是矇中 大家說我是矇中 那 早進來這天應該是11月16號 看一下 11月16 咦 上禮拜三 16號 上禮拜三是16號 對 那這一根跟剛剛看的那個金豪克很像 就是他拉了開盤 他跟收盤是一模一樣 然後拉一根下影線 那在這禮拜盤整的時候 他有下來測150 那如果說你有幸運在150 而且在節目裡面我也有提過 所以說如果你有幸運的話 今天是 還不錯 是有拉上去 然後稍微的爆量 但是 K棒我是覺得沒有到很醜 他是 從底部去接上去 那高點是有被 稍微壓制的情況 那當然拉就是從150 賣 那基本上你今天也會先出 為什麼 因為今天最高167.5 你從這邊開始算的話 150加15塊 10% 你理論上 在165應該也要先出一點 這個才是我們的原則 所以說今天你有賣掉 那 明天再跌 下禮拜再跌 下禮拜二再跌 你也沒有什麼感覺 你可能覺得他只是一個正常的回盪 那我目前也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正常的 但是我沒辦法跟大家保證說 他就一定肯定不會跌破 我不會再跌回150 然後去跌破 我們要跟大家保證 只是說 以紀律概率上來看 我認為他還是有持續上漲的動力 這樣 但是 不建議的 不建議再去做 這邊的桌金塔 因為他再回來踩一次 或許 講真的喔 未必比較好 未必好 他再回來踩150 未必好 因為今天有一點 大量的一個 要突破的意味 就跟這一根 跟這一根下來 這種大量的感覺是一樣 他是有一點點要 然後大量往上衝 那他再回來是甚麼意思 是不是他賣光了 在盤整個盤疊五天下來 那這個大量的意思 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就是一個出貨的量 所以說他再回來150 可能就不會到太好 講真的啦 所以說你有買到就 看能不能持續放 那今天就是理論證 你應該要先出場 一點點 或是說一半 都OK 反正就是 先把10%獲利 就是放在口袋裡 然後再看能不能夠跑得更高 就慢慢賣 那不要去切來切去 我覺得會 比較好 對 你平板的開單 不一定再對你的操作會很好 好 我們看一下長城 長城呢 基本上 我覺得 恩 他之前疊的還不夠深 不過可以看到我 我忘記這甚麼時候畫的 這是我畫的頭肩底 是不是 這肯定是我畫的 這圖一定是我畫的 反正是我畫的頭肩底 就是這個 頭肩底 左肩低點 右肩 左肩低點 右肩 所以說 他在這個地方撐了好幾天 這個 不是我剛剛畫的喔 這是不知道多久之前畫的喔 所以說你有看到那部影片的話 去下面留言喔 反正 你應該也 如果你有操作的話 那反正這個地方是我目前看的直撐 這是這個 大概60塊左右 看有沒有機會上去啊 在頭肩底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要在右肩直接做進場 或是他突破之後 回撤的這個點做進場 那有利有弊 都沒有一定是一定好 因為他會突破 就是會突破 那當然你也可以等他突破之後 回撤再做進場 就是這個點 突破回撤的這個 這個點在做進場 但是 我看的話 他 可能頂多啦 我不知道這個 山區先畫 目前畫的到底怎麼準確 但是 由於 喔 不是由於遊戲喔 是由於呢 他 這一個位置 是 剛好去碰這一條 剛好去碰這一條 所以 我會覺得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塊壓力 所以他才是 他遲遲不往上走的 因為他在往上走 他也要有點空間 所以他會選擇到這邊 再去往上走 再橫個一兩周 這個 感覺也不是不可能 感覺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就看自己個人吧 他這個山山區先 應該是會有一個壓力 所以 如果是我的話 就不會去考慮做進場 因為我覺得 恩 就沒那麼好 我們多講一檔 那 好我們這部影片講14檔 然後待會下一部影片講12檔 那我們就 就講到這裡吧 好 點錯點錯 OK 那我們下部影片從雷虎講到權有 OK 那這部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